各位各位,我們就回影片 我們就做這些 就是,我們會進入先進的後進 對敗禮的敗禮 在就是拜兩回禮之前 rooftopovic bar 兩個月之前,幸福対 directors給我的訊息 希望我們可以早上來跟大家面對 有關在歷史預算的 какой談 基於我對剛才兩位所引擎內容的了解 我很感謝兩位這麼用心 把有關目前台灣的預算結構跟面對的問題 以及參與市預算的一些概況 我看到基本上都已經掌握到標點 所以我就不用花比較多的時間在這裡 但是問題他們都已經提到重點 所以慶兵來基金會大概能解決我 是很樂意的 其中我就用剛才從這裡講到世代 世代的公平性問題 我是因為看到世代的未來理想 如果現階段沒有更多的人這樣投入 我相信未來世代的理智也不一定非常健全 但是今天我就是基於這樣的理想 是因為在二三十年前 我可能用的行動指就是像在座各位 我們願意把理想投入在我們對當權 社會或者是國家體制政策 或者是包括資源的運用 都產生非常大的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 或者是不效率的狀況 我是基於這樣的前景 在老師的 又老師田 就一頭栽進去 所謂反對運動這裡 像兩位 兩位所跟各位做的這些說明 我發現他們都很用心 所以他們做這些part point 基本上是在學校上 可以做更深入的跟同學們做 叫食物或者是理論上的檢討 可以給聽的人或者是有意未來要參與預算 或者是未來要主導國家預算 或者是地方政府預算來發揮 不管是從編制的立場 或者是從監督的立場 我相信這些都很多可以當做一個 不用再花那麼多時間再去找博士 再去找範例 這些基本上都已經被掌握了 那今天我這樣講 我應該是可以退休的這些老人的正年 也就是說我從今年 我開始享受來北市的公車 不用錢 不是換教 公車 公車是免費 所以我現在是65歲 所以在國家體制上來講 60歲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年紀過期已經 為我們的社會付出了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這一代 來回饋防土一下 過去你們的努力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對65歲的老人們 他們做過免費的 這樣的禮異 那我今天也開始享受 那一開始第一次 第一次享受的這種老人的禮異 就是李善公車 就已經化出兵滴滴 所以化出兵滴滴 所以化出兵滴滴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通知你 你已經到了 你可以退休了 你想做我們這一代的這種防護 那你想到說 這些防護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鋼板對鋼板 這些計算要配進去 不然的話這些錢來自哪裡 所以我就從這裡講起 大概 不要講幾個化三十年代 因為化三十年代 所以你們在座隊可能會好幾天 好幾天 好幾天 所以不知道在講什麼 不行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就從 預算 今天是我們的主題 我就用 一個國位記者寫的 一段話 他說幾十年來 他們沒有看過 有一位立法委員在議場上 質詢行政院長 然後所有的法律都樹立起來 包括記者都在講話 記者就聽那些質詢 都很沒有新鮮 就像各位剛才聽兩位 如果你們很專心 一定有很多心疼 但是如果講超過半個鐘以上 你會發現說 古早法位 都是數字 所以這個就是 過去我們講 這叫做有字天書 那麼多字 但是多認識他 都是一二三四 但是你不知道他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就那位記者就講說 有一個人 有一個報議員 他在議員一開始質詢 然後所有在場的人 特別是行政部門的人 他們的法律都樹立起來 記者們他們的筆就開始接入 那時候他把這邊報導 就放到第二天的報紙上 然後就開始告訴說 我們這個社會 有人在預算上 對中央政府提出一些 他們也許造官的話 就是招架提出的這種情境就開始 那個立法委員就是本人在二二十幾年前 我投入國會開始 然後第一個會期就是打國家預算 那國家預算 我可以告訴各位 剛才從者稍微提到他 是後來參與國會案公司的同仁 我記得我的第一期的國會議員 在後來的國會記者跟國會上 不是謠傳 在那邊流傳說 做澎湃前的助理 工作做到不夠回去睡 所以為了審查預算 就睡在立法院 為了他一張統計表做不出來 第二天要質詢 那這個國會議員 他曾經在台北縣國際黨 台北縣擔任政長 現在叫市長 市長做過兩任 然後現在當市議員 有新北市議員 那這個人就是我第一任的立委 他當國會主委的時候 他因為怕到 他自己說他勝利的時候 不好意思 所以怕到不怕等一過 結果外面就開始傳說 做各位議員的助理 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總之一講的意思 是要給各位理解 今天我接受新平台 到處我說 你的準備差不多 1000字左右的可觀 地方財政跟預算 今天是特例是預算 能夠來談談一些經驗 來給我們參加的人 能夠來參考 所以我就整理了 大概1000多次 然後就要交給 一個小姐 那我發現 那我發現 不對啊 這兩個小姐的朋友 大家閉起來說 你老子都沒有認真 那他拋空的都煮鼻子 也都不行 不過我並不是基於這個心理 我發現 不錯 他們幫我 整理的這些 我不用再講 但是他們講的 都是重點 那我今天也就把 今天的預算我預定 起個重點 也跟各位稍微強調一下 我一共分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我要講 所有的這些預算處理 像剛才從此的報告 還有景氣的這些 很詳細的這些資料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 要處理預算 就是要檢討它 要監督它 要審議它 基本上有兩個角度 有兩個方法 可以來分配 第一個 就是從經濟方面 經濟學方面 就是說 從它的運用效力方面 來琢磨 第二個 可以從政治學的角度 來切入 那什麼叫政治 當然政治就是 大家都可以參與 只要是公民就加力 所以審查預算 每一個人都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講 大家都有主張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要見樹又要見靈 一般來講我們說 不要見樹不見靈 不要見靈又不見樹 代表什麼 說你對個體 它的精確度 跟它的精密 你要掌握得很好 但是不能夠因為個體 要掌握得很好 忽略了總體 就是說 我們邏輯上的 沒有辦法 不要有偏忽 好像說 以偏太全 或者是以偏太偏 都不是筆致的 所以我告訴我們的同朋友們 參與預算審 那個處理 處理當然包括 備內預算 包括審查預算 包括審計預算 這些都是預算的主要的 這種情況 不管你怎麼樣處理它 就兩個角度 經濟學的角度 要精密算出 我們每一塊錢的運用效率 到底有沒有合乎 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效率 這是一個角度 但是這個角度 一般人來講不容易 你沒有受過經濟學的這些薰陶 你要算到國家預算資源的有效運用 公平分配非常難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角度 可以從政治學 這叫預算政治學 按預算經濟學來講 預算政治學就是說 我參與預算分配過程 我表達某一個角度 或者是某一個單位 某一個層次 它的需要 它要參與有多少 所以從預算政治學的角度來講 參與是個預算 自然就是我們強調 要有最基層豪胞社群 來參加資源分配的過程 來爭取來載實 那各位哪一個方便 哪一個要實力工夫 那就靠每一個參與預算 從我們的想法跟那個立場 我强调一个问题 要处理议算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今天有两位在场 亲爱的学者 我发现如果当初 本人在当初 在国家议算审查会被 有一个人 我就非常有力 我们就可以主导很多 当时我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对付 一群两百多个 包括还没有退出的 我们叫他们老杰 这种老杰是有一个人骂他们的 是他们叫支撑母员 我一个人应付支撑母员 然后我审查议算以前分量组 要处理议算的时候 所以我从一组审查完毕 一开始讲话 就有问题大家的感觉一直 所以没有办法处理议算 所以我就跳到B组 A组 B组这样弄下来 等下一个会请 就立法 比赛两组审查 要十组同时审查 所以这个条款 有人讲说这是红白血条 我不是说我恒惹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的制度 所以就是我们很小的力量 要参与预算 支援分配 但是我们的体制 就想尽办法 不给你发挥 所以我只是告诉我们以前的环境之间 那现在至少你看在场 在场 我们就还有点灰心 我们的这种新秀可以发挥 但是我希望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是参与国家预算 或者是地方预算的实际的主导者 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相信也不是这样专业的人来参与 那对国家来讲 我们的机会就比较 没有那么专业 那对运用的支援效力来讲 又没有那么充分 所以我们是期待像这样的 趕快到议会去 趕快到地方的行政部里去 或者是監督政 都可以 我们希望比较专业的人 能够挥换救他们的位置 这个叫做经济学上的充分救援 充分救援 也能够充分好 这是我第一点重点 第二点重点 我表达一下 一些预算的处理角度是这样 那么处理的规则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预算的游戏规则 那我告诉各位 预算绝对没有权柄的游戏 没有说都是我的 或者是都是你的 所以预算的游戏规则 基本上是由执政部门 来编例 是由议会来审议 所以执政党如果是多数党 那么包括编 包括省 他可以阻挡一切 所以执政党他要继续连任 机会就很多 但是如果有反对党加一个人进去 像他们两位再进去 埃?执政党就发现 像这样的人一进来 审查议上你看他们讲 头头是道 讲到有世代的公平 有水平的公平 有比例的不公平 有结构的这种缺陷 那编例预算就要招架这些挑战 如果招架不住 这个预算就要重新被安排过 因此我们处理预算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规则 就是零和游戏的这种方法 大家不要抱这个态度 你无可能中涯 无可能中书 所以你就要为人民 为你的代表团体能够争取到 在预算分配的这种数字或者是比率 那么我们就可以因为参与式的预算 达到一部分的效果 所以他这个预算 基本上我支持他 但是我并不看到他 对整个国家的预算结构 正如他们两位很技巧的讲 他们不好说 他这个预算到现在很早 他不一定交冷水 第二个他们也不愿意说 我们就放弃他 所以他们就很技巧进去想说 如果我们的参与预算 安全没有这些条件 像团队贝老师的条件 那个铁记 看到有列出来的 基本上跟团队贝老师看法 方向是一致的 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就让我们放个重点吧 你看团队贝老师 怎么样给他公平 怎么样给他合理 怎么样给他有效率 像这样我认为 这个也不是不对 而是说很务实的 来看待我们当前国家 包括中央或地方的预算 到底我们有哪些问题 还没有被改正到大家满意的程度 那这个程度来了之前 我们要把律师的预算 普遍能够给这个社会 各阶层来接受 甚至于参与的话 那这个距离还有一段要转入 这是第二点 我的重点 那第三方面我要告诉大家 两位也已经充分强调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些预算 事实上我的理解 中央政府的预算还有一点点进步 在这一二十年 有一点进步 而且进步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进步的程度不够 而是说这种进步 经不起政府的开支所带来 对预算编列的这种牵制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预算编制 就是大陆已经流于民主的形式化 而且实质的意义越来越没有 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目前我们的国家预算 还有地方政府的预算 基本上是僵化的程度是已经形成 所以刚才看这个历史 就是经济里面 它很仔细的 国家的各地方政府的都在结构上都列出来 其中两位共同提到 就是我们的财政次次非常重 靠举战来支应预算 已经不是说你年度需要就编多少 或者是说你因为政府的建设需要 我就花多少不够来借钱 现在已经变成了 你必须透过借钱来牵制 你预算编列的不够 每年都这样 那现在比较严重就是借钱还旧 都是要编借钱来还以前借钱的利息 或者是肯定金嘛 如果这个是变成长期的趋势 那么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国家的财政次制 已经形式化我们的预算审查 所以预算审查 你编过你不稀奇就不平衡 不平衡就违法 那违法不是行政部门 你监督部门也是 所以怎么样给它通过 大家的压力 所以大家都在协调之下 就造成大家都不满意 大家都接受 然后每年都这样 所以其中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哲学上 理念上的争议 平衡议算是正常的吗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各国 包括台湾 很少平衡议算 都是赤字议算 那赤字到他们两位也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赤字跟潜在性的负债 我们的潜在负债 我们的潜在负债 同时讲说 我们只有17元才17兆 事实上我在两年前讲说 就已经超过22兆 因为他的数字是财政部给他的 主机是告诉他的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说 法律上你对人民的负债 你必须自负的都要进去嘛 所以这个问题 台湾已经有超过23兆以上的减兆 潜在负债 这个已经加化了台湾的预算寸大 特别是地方 地方政府因为时间到时候 都讲得懂 我一个例子 刚才请记得数字里面讲 人事预算的支出 人事费用的支出 在每个县市来讲 占的比例已经超过15兆以上 那南投县的例子 我没有当过县长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严重性 那种报表干 就是每年都是这样 我回到我的故乡南投 再发现了 南投县一年的总税收 22亿左右 去的时候 南投县的公务人员的人士 都要85亿 请问 你要怎么编注意算 只有公务人员的人士 支出22亿 但是 南投县的总公务人员税收 是在85亿 所以你国税地方税 全部给地方政府 不要上缴 都不足以支付 连公务人员的薪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编议算 那编出来议算 毫无意义 审查议算 也没有意义 那这个状况怎么办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心 我不把这个问题丢出来 全台湾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问题 严重到什么地图 最麻烦的就是 我们的议会跟审计单位 勾结 然后蒙骗我们这个社会 所以我记得 南投县发布这个 就是我就任不到两个月 第一个月就发不出薪水了 那我想尽办法 把所有省住 该给南投的所有的补助法 全部一次都给 花薪水 所以我指引你隔月 那一个月又要 花每个的绩效奖金 过年的奖金 所以开辣辣 那第二个月呢 那我就把财政局长签拿 我说那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那下个月薪水花 不然怎么办 我就救济了 但是谁借你 也没有人会借你 因为你医生没有通过 所以在那时候 我说怎么办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 就是挪 就挪工程馆间发薪水 那我说这也不是办法 我说那下个月 最后结论是什么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那我们准备开计程会 告诉中央 告诉全国同胞 除了很急迫需要的 一些预发官员以外的 所有工人的 暂时帮你给发薪水 那我这个记者包完以后 我就满头包 满头包 他会骂 你什么准备这家家 我当他们当之前的时候 就没有花不出薪水 你准备这家家来人家 回来人家 第一个我会发给出薪水 事实上 那我这个问题就要给中央知道 所以中央不到一个礼拜就着急 他怕我去结合像包括宜蘭 来到花莲等 一共有八个限制 是连 连薪水都划不出来就这样 我要结盟一个叫 盖帮联盟 旗盖联盟 都要赶紧 很没有尊敬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两位财政局长 也不是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财政局议算 基本上是僵化的浪 僵化议算 你怎么样去 你很理性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这预算怎么编 要怎么样平衡 要平衡就是借钱 就要靠什么 靠上级来补助 这叫序列预算 序列什么预算 序列收入 没有收入 就变成说我有这个收入 来骗谁 议会他知道也是骗人 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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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不要讲中央 中央也以为是真的有钱 但是他们 为什么国民党可以 统治台湾那么久 就是补助预算 有我给你 那你要听话 所以往往就是 这个叫做政治法庄 所以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第三个 那最后 因为时间有限 最后 我想说 很多政府的预算 中央地方 对不合理 不效率 不合法 不正当 好像陷入恶性循环 刚才那个地方 工程 工程馆 一言配合工程馆 等等 都是这样 所以时间到了 平衡 第二个时候 我在实际上 再跟各位 包括这么多 那参与四个预算 我个人觉得 他们两位的结论 我支持 我认为 没有错 那我再鼓一计划 我再鼓一计划 参与预算 可以达到 某被参与的那一部分 有成效 所以 预算可以 争取多少 就有多少 拯救 只是你争取多少 别人 就减少 多少 这个叫做 排挤 排挤效果 你排挤 该排挤的 我们的参与 预算 很有拯救 很有功劳 但是你排挤到 不该排挤的 你就是造成这个社会更加恶化的党凶 该怎么处理 我的结论是 建树建理 预算 处理审查 跟参与师预算 我们都要有点实力 功夫 所以 今天大家在这里 基本上 方向就是说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努力到 我们可以主导预算 而且是 我忍受满意的预算为止 我努力几十年 那现在 看到这么多年轻朋友 还有现在就是终生代 要领导 这方面 我还有一些 未来 很 很有希望的这种期待 我希望 不要给我们老年家 失望 我谢谢大家